因为新冠肺炎99%都是轻症 台北市政府一直在扩建防疫集门诊 将轻症与其他症病患分开 近期也新增中正纪念堂车来速 台大防疫集门诊 1220 要來看病的 還是 從這個大霄門進來 那從中正中山南路出去 那機車是從中山南路進來 不過這個我們要公佈一下動線 希望大家不要 事先找好動線 才不會亂掉 那這個還是要謝謝北榮 最快的速度 在 在中山紀念堂做這個防疫集门诊 我覺得這個還是 還是有意義 好 那有幾件事要講 這個我們現在一直在 扣建這個防疫集门诊 因為這個COVID-19很清楚的 大部分99%還是清診 所以到現在為止 你知道 我們這個防疫集门诊 每日的運作量 已經加到了 11280 理論上是夠 應該沒問題 但是這樣啦 你說你數位落差不會預約 要來臨時掛號 坦白講你來了我們也不可能不給你看 還是要給你看 但是我們還是鼓勵大家 預約 不過話風一轉 客官者抱怨防疫集门诊被爽約率實在太高 調出統計數字來看 仁愛醫院爽約率高達42% 給12歲以下孩童的聯合醫院附幼院區爽約率則達49% 最少的關渡醫院則是5% 將原本不多的預約名額佔據 增加作業人員困擾 這個要跟各位市民朋友抱怨你知道 爽約率實在太高了 你看看喔 這才忍不住了 去調統計數字出來看 仁愛醫院你跟人家預約 結果42%的半分價 最高的是哪一個 傅幼醫院 這本來人數就不多了 這專門給那個12歲以下小朋友看的 結果預約 49%的沒有來 你想想看那個本來預約名額就不多了 你跟人家預約的 要跟人家放鴿子 這實在是 最少最少的關渡都還有5% 這個我們四北科的車輛數還有30% 我已經查過了你知道 理論上我們這個預約你知道 你不來是可以取消的 所以這幾件事情要跟各位市民朋友呼應 拜託你預約 但是更要拜託你不可以爽約 你要是不來 不然拜託你把它 把它取消掉 不可以放鴿子 而且我就看了就氣死了 這個最高到49% 最差5% 平均看起來大概到30% 這太過分了 所以這樣 開始用拜託 再來我就真的要 記下你的身份證字號 這個不可以這樣 拜託各位市民朋友 這個資源現在讓他們寶貴 我們希望資源可以做有效的運用 也給那個有需要的運用 我們已經開到1萬億了 理論上 應該 你要來處理應該快篩羊的應該要來處理應該都有可以處理 所以 拜託大家不要 第一個一定要預約 第二個預約了 你真的不來 把它取消掉 千萬不要預約又不來 放鴿子 就這樣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擾 電腦系統也負擔 我們要備人備料 要不來 目前台北市的篩檢量能 已達到每日可篩檢1萬1280人 理論上可以處理快篩羊的民眾 但柯文哲拜託大家一定要預約 不來也要取消 重申資源很寶貴 要有效運用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